我們要匯入成功 第二個的話匯入完之後特別注意一定是在桌面上面會產生一個這個資料庫 那再來就是說我要能夠查詢那查詢的話特別注意就說 我要能夠查到他的話 我需要在那個VBA裡面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也是VBA裡面 那首先的話 我們要能夠查S的資料庫 他本來是不能查 他本來是不能夠開啟Sale的資料或連結資料庫 那如果要能夠查查的話 特別注意你可以用一個就是工具裡面有一個設定應用項目 他本來是不行的 有點像外掛 本來Sale不能夠開啟這個資料庫的資料 那如果我要能夠開啟的話 記得在這個一定要打勾 這邊有個叫什麼ADO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我可以透過ADO這個元件 幫我達到去存取資料庫的目的 預設應該是這樣 然後設定應用項目 往下找 找到Microsoft開頭 然後Microsoft A碼 ADO 特別就要不要選錯了 應該是這個 就是 他的全名叫做ActiveEx Data Upj Upj 2.8 Library 這個打勾 他是一個韓式庫 這個韓式庫的話可以幫助我們去 存取資料庫 那如果你沒有打勾的話 程式就會發生錯誤 特別注意 這邊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個部分一定要做如果沒做的話 就會有錯誤發生 再來的話 這邊有 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 我想各位 這個地方 因為主行要寫 其實寫錯的機率非常高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在哪裡 這個範本 我不是把他放在那個 我的 雲端上面這個程式裡面往下找 可以看到 利用ADO 改成SECLE語言 SECLE語言查詢資料 這個是一個 程序 那這個程序的話 你就把這個程序複製起來 頭在上面尾巴在那個End Sub 這個地方 你把Ctrl C C一下 Ctrl C之後的話 貼到 我們的程式的下方 就是程序裡面 程序這裡面把它貼上好了 OK 貼上之後 這邊多一個問號把這個問號拿掉 OK 好 再來的話 需要修改哪些呢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有一個Input Box 把Input Box 這個 單引號拿掉 就會多一個Input Box 這個Input Box指的就是我按下 按鈕的時候他會跳出一個對話方塊 這個就Input 上面訊息 請輸入查詢關鍵字 那使用者 會輸入關鍵字丟給 S存放 OK 然後底下我想這個地方是 ADO的元件 這個 Connection是連結資料庫 Recorset是連結資料表 然後這個也是Connection 那我們的 資料庫的位置在哪裡 這邊有個Open 有沒有 就是利用ADO去幫我Open 那位置在哪裡呢 這邊有個Data Source Data Source就是你的位置 在This Workbook指的是什麼 這個工作 不 就是我們這裡是有檔案底下 .pass 他一樣的位置 斜線就跟幕屋底下會有什麼 地址 這邊少一個地址合併 名稱一定要對 名稱叫一樣 我們剛剛叫地址合併 那副檔名叫ACCDB 一定要打 他就會去幫我把那個 SS資料庫 把它找到了 所以特別對這個地方找 找那個資料庫的位置 再來的話就是說 要查詢 查詢的話 必須用一個sql sql 語法 sql 語法 裡面這一串 基本上就是什麼 sql 查詢 star是所有欄位 什麼欄位 from哪一個 哪一個 資料表 那因為我匯入不是一個 資料表 名稱叫什麼 地址有沒有 這邊不是一個地址 就查他 那查他裡面的話 特別重要 呃 他的會有條件 針對 這個後面這個是一個欄位 like 就是這關鍵字 把這關鍵字放在裡面就可以 所以特別重要 你只要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應該這個地方不需要修改 會修改 需要修改的是這個資料庫的名稱 我之前好像叫地址啦 這邊改成地址合併 OK 那其他的話應該就都不用改 那底下的話呢 查完之後 我要把它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那這邊的話我怎麼新增工作表呢 這邊有個叫sheets sheets指的是工作表 新增工作表點add add在哪裡呢 apt apt就是在右邊 sheets點抗就是所有的 這個工作表的總數的最後面的意思 那名稱幫我改成什麼呢 我輸入了這關鍵字 那怎麼怎麼修改名稱呢 就是他的點內 名稱改成 我們輸入關鍵字 然後再給欄位再把資料call過去 再關閉連線 丟棄物件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 會比較抽象一些些 但是跑完之後應該會 會稍微比較清楚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我主行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按F8 跳出一個關鍵字 請輸入關鍵字 那我就輸入一個 中校 東 OK 然後按一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中校東 就會丟給S 這個時候呢 會去連結資料庫 如果這一行沒錯的話 表示你資料庫是存在的 如果這個時候呢 跳出錯誤訊息的話 他有沒有跟你講說 無法使用為什麼 檔案已在使用 那特別是 這個請你把它關掉一下 因為他不接受說你 正開啟狀態 去連線 所以請注意一下 如果發生這個錯的話 你就把S關閉一下 再按F8 應該就過了 OK 再來的話 他又把什麼 在這個查詢 查那個地址是中校東的 查到了 查到之後呢 他就幫我把這個查詢 結果的 查到東西 暫時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放在這裡 那 再來的話就是我要什麼 增加一個工作表 Shoot Add 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他就會多一個叫工作表4 那名稱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底下這一行 就是去把名稱 改成什麼 宗孝東有沒有 那宗孝東改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 就 這個地方 再把資料放過去 這地方資料全部放過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 這個工作表是切到這個 然後再把欄位名稱放上去 姓名 郵遞區要等等的 這幾行是跑 欄位的名稱 再來 利用這邊有一行 就是什麼 把 結果利用 Copy from Recurset 也就是我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查詢到的結果 會暫時放在這裡 這個買RS有沒有 那我要怎麼把裡面的資料 倒到 Excel裡面 利用這個方法 Copy from Recurset 倒什麼呢 把查到的結果 倒過來 特別是要跟他講說 你要倒到 哪一個儲存格為起點 這樣他就知道 把查到的結果 全部都幫你把它鋪滿 上面 因為他預設是沒有欄位 名稱的 所以我們多了一個回圈 是處理什麼 把欄位 名稱放上去的動作 那最後的話 就完成之後 那這邊會多一個什麼 Share the one 就是切回到原來地址 切回去 所以切回去 就是 的動作 有沒有 然後就關閉連線 再把 記憶體上面的那個物件清除掉 這樣就完成了 OK 其實是蠻複雜的 不過 我大概跟各位講 這個邏輯 那請各位 把那個雲端上面這個 這個範例 先cull過來 試試看 好了 記得就是 再大概了解一下 修改一下這個名稱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當然 你資料 放在那個資料庫裡面要去說做存取這件事情 其實 是不容易的 但是 如果真的有這種需求的話 那就是 可以利用我這邊跟各位講的 第一個 一定要引用 記得先引用ADO 如果你沒有引用ADO 你程式貼上去也會有 錯誤發生 先引用ADO 再複製那個程式碼 然後再確定一下你的資料庫位置正不正確 這樣的話就可以 做查詢了 最後再增加一個按鈕給他按下去就可以把資料查到了 好了 我要 不過 你 感谢观看